府会县政总质询下乡考察 前往白沙国家级水下博物馆 兴建预定地 城宫村青青社区营造 果业关日楼至南辽海岸自行车道 开辟等地 会中针对国家级博物馆 需漫长兴建时程 若各项工作进行顺利 基地兴建最快10年 可以完成兴建 议长刘成昭林表示 全台国家级博物馆 光是路上就有25年案例 澎湖水下博物馆 恐怕将耗费长达30年时间 并强调宪政的延续性 不希望政策因换人有所变动 真的我要说拜托 你们政策一定要延续下去 这个是我要拜托你们的事情 哪一天 我想在座的各位 不一定有的大家退休 委员 我是说退休 我没说明白 有的退休区 有的存在 不一定我如果30年 哇我96年了 那更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就像宋芸芝 像陈佩甄 这些少年 看你们阿妇 有法堕堂 但是我现在要向你们交代 如果我没有 你们还继续 还在庄 知道吗 这个是我们澎湖 这是真的百年大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考察团也来到成功村清清社区营造 成功村108年开始加入县府清清社区营造竞赛计划 配合社区环境整理 将废弃的猪舍打造成休闲咖啡庭源 猪舍咖啡 建设处长王强奎表示 以少量经费多年投入 让社区营造持续进行 以少量的经费多年的投入 让整个社区持续在走 不像以前的过往 可能你投入300万500万 做完一个地方 三年五年以后 那杂草重生 这样的效益上 显然是比较不是很恰当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 每年补助 清清社区大概是20万到50万之间 那这个长序持续的在 有经费的投入 让社区的部分继续投入 继续往前走 这是非常好 刚刚那个理事长跟我讲说 我们现在就缺 什么都没缺 就是缺钱 缺钱没有问题 缺人我会烦恶 如果缺钱比较不烦恶 这个缺钱 只要真的 只要你们村长 理事长 社区发展协会的 我们这些成员 愿意集体来做 共同来维护来做的话 这个钱都不是问题 随后一行人质 果业滨海自行车道 议员许玉凯争取滨海自行车道 原官日楼往北无法串联 希望果业自行车道开辟后 未来能串联滨海自行车路线 您感谢 因为这条路 当时官日楼要往北 没有办法 就是原海岸路 原海岸没有路 路要串联 就经过我建议 来走这条路 您感谢公务处 最初步的清除路线 都已经整出来了 如果都整出来了 因为海渊县海水侵蚀 他们会这么严重的 也要感谢旅游处 应该有法文 这个评管处 因为有来警告 可能在择日 可能会不会看得到 因为这么严重 如果这边没有修复 就这样 自行车道应该 这几年就无意了 我才自行车道 所以如果 从这条往光日 往北延伸 就从冬眠 果业 然后延伸到南辽到北辽 然后到横跨湖西大礁 到湖西 然后到台坑青楼 然后可以到 红楼跟西西 这条就是我们 滨海陆海的自行车道 这可以提供 提供 我们滨海线的 观光景点 议长刘成招林会后指出 果业官日周边环境非常漂亮 但现有沙滩草丛 仍有脏乱 他要相关单位 共同整理警官 记者 联合报导 记者 联合报导 对